港圈大佬背后的女人 每一位都不简单 第一位 梁安琪 梁安琪原本是一名小小的舞女 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嫁给了赌王 她在嫁给赌王后没有安于享乐 而是请赌王教她如何打理生意 之后梁安琪凭借自己的操作 据说如今已经积累了321亿资产 第二位 励志 当年励志不仅拥有绝美的外貌 还有绝佳的身材 一颦一笑都是风情万种 李连杰为了得到她不惜净身出户 如今两人已经携手走过20多年 依旧安爱如初 第三位 李嘉欣 当年花心的许靖亨 在与李嘉欣结婚后 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未必长久 但没想到婚后许靖亨不再外浪荡了 反而安心地过起了小日子 由此可见李嘉欣的手段有多高明 第四位 罗美威 年轻时的罗美威可言可甜 身上有一种其他女艺人鲜有的韵味 因此受到了张学友的强烈追求 两人在结婚之后非常恩爱 堪称港圈的模范夫妻 第五位 陈兰 陈兰是著名电影出品人 企业家向华强的妻子 她以雷厉风行的做事方法 和说一不二讲义气的性格被大家熟知 虽然对外陈兰是位女强人 但对内她就变成了温柔的小女人 所以向华强多年来对陈兰非常专一 第六位 高丽红 当年高丽红凭借中西合璧的容貌 和出众的气质获得冠军 进入娱乐圈后的她 便拜红金宝为师学习功夫 而长期的合作 也让她对红金宝产生了爱慕之情 最终两人撞破窗户纸走到了一起 第七位 陈慧莲 陈慧莲虽然长相不佳 但胜在气场强大 她在与发哥结婚后一直非常相爱 唯一遗憾的就是两人没有孩子 第八位 林凤娇 林凤娇是个极千和 淳朴 美丽 平凡所有美德于一身的女人 在面对成龙婚后的不老是 她没有选择大哭大闹 而是让成龙自己处理 最终成功地收住了成龙的心 你认为哪位大佬背后的女人最厉害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